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小朋友第一句说话就是说爸爸或者妈妈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和父母关系从很少很少的时候已经开始 我们在1993年结婚到现在超过20年 夫妻间仍然是很恩爱 结婚前我都决定了自己照顾小朋友 虽然我有工作在身上 但我都给了很多时间给他们 希望和他们的关系密切 让他们感受到妈妈的爱 我觉得我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和三个小朋友一起成长 他们一定会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在他们成长之后 我和他们的回忆也是我最宝贵的遗产 我相信也是他们将来成长的时候最宝贵的遗产 我觉得最成功的不是我的戏买了多少钱 或者我接了多少个corporate training的工作 或者要和未来的特首做培训工作 甚至我会多开几多十间茶餐厅 而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使用 我觉得一个家庭的组成 爸爸妈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大儿子19岁 第二个女儿16岁 小儿子就14岁 他们每晚都来个房间 聊聊聊聊心事 我希望我的小朋友成长之后 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可以在生活求学 或者在工作上都可以发挥一个正面罪 我觉得有时可以严厉 有时可以仁慈 让他们有多点自由 不等于放纵 我都希望他们无论家人 或者是草太太 都同样分享他爸爸妈妈 所拥有的那套价值观念 找到一个很爱他们 同国家的长官和太太 一起来参加 爱爸妈爱我家的启动礼 5月18日星期日 下午3点 九龙公园中央广场 下午3点 下午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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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